呃,大家好,我是林佑誠 我要來進行我的期末作品的介紹 呃,先從我的草圖跟概念圖開始 我畫了兩個草圖 然後第一個是這個有點像是蜘蛛的生物 當時的概念發想是 它就是一個有點神秘,然後你不是 不知道它到底是誰的一個流浪者 然後它的身形主要是以蜘蛛,鷹虎,鷹虎的形狀去做設計 然後它有結合像厚的甲殼一般的赤角跟 黃蛾的觸角還有黃蜂的身體跟翅膀等 然後再來是我最後使用的概念圖 呃,設計裡面是,就是它是一個 有點優雅甜美可愛的昆蟲公主 然後那四種生物是在,的應用在於 就是它的眼睛跟這個護甲,中間的這個身體 有用鷹虎的眼睛去做設計 然後它的觸角跟翅膀是使用黃蛾的花紋去做設計的 然後它的頭盔是用厚的形狀去做設計 然後身體則是用黃蜂的身形去做設計 然後先來展示我最終的渲染圖 這個就是那個有點像銀虎的眼睛跟牙齒的身體 然後這個是像厚的,就以厚的概念去做設計的頭盔 再來是我的製作流程 先往下看一下我的當初預估的面數 我原本頭部預估會有1500面 但是實際上頭部花了比我想像還多的面數 總共花了2176面 然後身體我本來預估會有5000面 可是就實際上身體只有花3500面 然後四隻原本預估是1500面 然後實際上花了2336面 然後差距最多的是翅膀的部分 翅膀原本預估有2000面 可是後來就是翅膀最後不到1000面就做完了 然後我最後總共有8700面 那我們進Blender來看一下我的模型 因為如果有顯示材質的話它會有點卡 所以我們先看沒有材質的補線 這是我模型的布線 先從頭部開始好了 呃我的臉是 不是從 不是用高模去做的 我臉就是從一個 低面數的球體然後慢慢推出來的 我是用上面這個功能 這個Proportional Editing Objects的功能 去慢慢推出我想要的形狀 然後我在做的時候有把 就是我的概念圖 像這樣放在後面 所以我就按照我概念圖的形狀去做出這個 頭的形狀 然後 因為當初就是老師沒有說 要做一體成型的 所以我其實每一個物件都是分開來的 然後頭盔的做法是也是從一個球體開始做 然後把球體切成一半 然後也是用這個 上面這個Proportional Editing Objects的功能 慢慢推出這個弧度 然後再挖出這中間三個頭盔的孔洞之後 再去做Saludify 這兩個部分是我做比較久的部分 就是臉部跟頭盔 然後 就是再來是它的身體 身體 是從一個 也是從一個球體去做出來的 我也是先把這個球體 切拌之後 然後慢慢用extrude的功能 拉出 拉出這些 冷角跟曲線 然後再用 剛剛前面說到的那個功能去推出這個弧度 腰線的弧度 手的話則是用 就是像茄之動物一樣會有三個結 去做設計 就像鷹虎的腳椅 手腳一樣 然後它的身體的這個眼睛 就是它的這個裝飾也是用鷹虎的造型去做設計 就是鷹虎 前面會有四個眼睛 跟它會有牙齒 的樣子 去做設計 它這個身體 然後 就是這個裙子也花我蠻多的時間去做的 就是我也是同樣是用一個球體然後把它切拌 只是它下面這個弧度 就是用這個功能 用前面說到這個功能去推的話 其實沒有到很好推 所以我推了一段時間 就等 然後還有中間這條縫 這條縫在做的時候也花了蠻多時間的 然後就等做完整個弧度之後我再去做solidify的動作 大腿跟小腿的話我都是從一個圓弧線去做的 就從圓弧線然後慢慢extrude extrude extrude下來 然後到自己喜歡的長度之後再用這個功能去推它 推出大腿的形狀跟小腿的形狀 小腿這個凹痕也就是在extrude的過程中 就是鎖放來做出來的 然後我有在它的胸結的這一部分跟它的觸角的部分 用上課有教過的那個particles的功能 做出有點毛髮的感覺 就是模擬昆蟲身上真是會有的那種毛髮 然後翅膀則是從一個vertex來慢慢拉出它的形狀 最後再做solidify的動作 然後來看一下我的材質 然後來看一下我的材質 可能會跑比較久 喔好了 材質 材質的話 我是 呃 用 看好了 看好了 看完 菜質的話主要是用到老師上課有教過的就是 diffuse, mattedness, roughness 來去製作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翅膀的部分 翅膀的部分 我不知道这样看不看得出来 但是因为我有用 noise的功能 结合bump的功能 去做出有点 像鳞片那样凹凸不平的效果 不太确定 这样看不看得出来 就是光打到上面的时候 其实会有一点 它会有一点凹凸不平 然后有点 像是鳞片之类的效果 然后我也有把我的 Metalist的Map 绑到它的NormalMap上面 所以像翅膀上面 这个纹理会有一点点 小凸起的效果 群子上的那个纹理也有 就是我都有套 NormalMap上去 然后因为我的每一个物件 都是分开的 所以我 UV也都是分开拆的 后的这个头盔 我也有用那个 noise的效果去让它 有一点 抱歉我的电脑 会有点淡 有一点那个 像这样 就是它会有一点 就光打上去的时候 会有一点 线条感的效果 这是用noise去做的 哦 我的作品大概是这样 然后再让大家看一下它的补线 这是头部的补线 这是头部的补线 然后我把这个的 然后手的补线 裙子的补线 裙子的补线 最后是翅膀的布线 好大概是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